各位同學,我們來看看這次的題解 課本3B77頁第六第七條 我們先看一看問題 問題有兩個相同的波源 S12,振幅是0.2cm 看到乾涉圖形,實線就是波峰,虛線就是波谷 寫出疊加原理,課本就提出了疊加原理的定義 兩個波雙加的時候就合墨充,合墨充上任何一點的慰言 就是那兩個原本的墨充相加 但要留意一點,過了之後 所有事情就像他們相遇之前一樣,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這就是疊加原理,希望大家都背了它 B part,現在問你乾涉的類型 我們來看看,對於S1來說,去到P的點是虛線,即是波谷 S2去到P,都是虛線,都是波谷 波谷狀波谷,同樣都是相長干涉的 同樣都是相長干涉的 我們要注意 C part,問你了 P點粒子的運動 記住,這些是橫波,水波是橫波 所以粒子都會繼續上下震動 但我想問一問大家,究竟它震動之餘 波幅又是怎樣呢?或者震幅又是怎樣呢? 其實,如果S1是一個橫波,S2是一個橫波 去到P點的時候,因為去到P點就會深了 那麼深了多少? 如果你看回剛才的疊加原理 這個它說是0.2cm 這裡是0.2cm 其實合出來,它就應該是0.4cm 所以既然它提到震幅 那我除了寫上下震動之外,震幅也寫了 震幅也寫了 震幅就是0.4cm 其實整條數就很清楚了 好,如果是反相,那怎樣呢? 如果是反相的話,那B C 2 part的答案就會變成怎樣呢? 我們就看看 既然反相就是波風 隨便一個就會調轉了 波風轉為波谷 那P點就是波風撞波谷 波風撞波谷就是雙燒幹攝 那P點就會怎樣呢? P點因為雙燒幹攝 所以P點就會靜止不動 定起動不動的就沒有人好增幅 就是雙燒幹攝的定義 所以第六條就很簡單地完成了 那我們看看第七條 第七條又是看到兩個震動器PQ 相同震動 這次給你頻率產生水波 那LP、RQ的距離也給了你 接著就說水波的速率是這麼多 A part 問你水波的波長 那我就利用V等於F 來看看Lambda去看 頻率是15 頻率是15 速率是30 Cm per second 即1秒鐘行30 Cm那麼多 15乘30是多少呢? 用計數機 我都按一按 15乘30 等於V 對不起 波長 我們來一次 測試一下 好 V等於F Lambda 這個V是30 頻率是多少呢? 頻率是15 那就是Lambda Lambda 就會是兩個Cm 很簡單就計算A part 接著B part 就問你 R的干涉類型 我們看看 它的干涉是怎樣呢? 我們由程差開始了 Delta R Delta R 就等於PR 減QR PR是多少呢? 你看到PR 就是30 減36 減出來 絕對直了之後 就是6Cm 6Cm 即是多少個波長? 6Cm 即是三個Lambda 因為是整數Lambda 所以R的干涉類型 就是雙 掌 乾 涉 好了 按下B part 完成了 如果反上 那怎樣? 其實反上的話 即是其中一邊 差了波峰轉波谷 所以反上的話 那一點 就會由雙掌 變成雙 笑乾涉 整條題目 就完成了 希望同學都夾得到 好 同學仔加油 拜拜